各位早晨,我的麥克風回來了,所以我現在用以前的舊麥克風 但不是用我以前的同一部電腦,因為我一向錄節目就是用我舊的電腦 我新的電腦是用來打機的,但我舊的電腦寄過來的時候被他扔到爛了 他爛了一個外殼,裡面的東西不知道,但我需要一些時間去組合 看看是否可行,所以我仍然在用一部不就手的電腦去錄東西 但起碼我的麥克風回來了 這就是Netflix的一部新的Documentary Movie 我覺得Netflix的Documentary很多都很好看 他的Documentary絕對比他拍攝的電影 他拍了太多垃圾的電影,但Documentary有很多都值得看 這部電影是新的,我非常推薦 我和夫人一起看的時候,我們一邊看的時候 是議論紛紛的,我們倆都是十分享受的 他就選了一個非常有趣的題目 這個不算穿橋,他的名字也叫Tinder Swindler 就是有一個人利用Tinder去簽一些女人 就是困他們給他錢 然後他扮演一個有錢人 但其實他那個差不多是一個 一個Point C Scheme 就是他騙一個女人 然後在他那裡騙了錢 他就用那些錢去騙之後的那個女人 因為他要豪 就是他騙第一批的女人 他讓自己好像有錢人一樣 他揮金如肚 就用來騙其他女人 他騙到其他女人的時候 又再去騙第三批的女人 他整個scheme就是這樣 這部電影的角度 就是從一些受害人的角度 這部電影裡有三個女生 出樣子 說回怎樣被他騙 然後裡面也牽涉一個過程 就是去到那個故事去到某一點 那些傳媒就有興趣 就說那個傳媒以前是怎樣 其實是揭發過他的 起了他的底 但是那個不是一個北美 也不是英國那些傳媒 他在當地好像是挪威那些 在當地也是一個最大的傳媒 但是不會像北美 或者英國那些 那些是國際性的 所以揭發了他 但是 還不算是警傳公 還不算是徹底摧毀這個人 故事發展下去說 那些女生也有 那些受害人 也有些方法去對付他 整體來說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我之前對於這件事是完全不知道的 所以對我來說 在這齣戲裡面 說的每一件事 對我來說都是非常新鮮 很新奇的 那些受害人是很慘的 我非常同情 但是這個人 他也相當創作 看到很多位置 會覺得 這樣也可以 那些騙案 不是純粹男女之情 不是純粹 一些屠色 又或者是溝女 那些騙案 或者他裡面有 純粹友誼 例如問朋友借錢 那些 也有的 所以 不是靠他的美式 靠英俊 去溝女 這是一部分 但是不完全是 因為他裡面 一些受害人 只不過是朋友 他們不是男女朋友 無論如何 那個過程 有很多 有幾個 我都想不到 竟然是 這樣 所以 我覺得 那個娛樂性 極高 因為我早前 我看完 Guillermo del Toro 那一齣 然後 又看完 Ridley Scott 這些大導演 The House of Gucci 那樣 但是 我告訴你 我跟夫人 都同意 這齣戲的娛樂性 比那些大電影高 你說我 chip也好 真的沒辦法 我真實的感覺 是這樣 我就報告給你聽 所以 這齣戲 我是很享受 而且 我去看這齣戲 到某一個位置 我都開始 覺得 Netflix 我覺得 真的很能力 這裏 有一條人 甚至是傳媒 已經揭發了他 但他的威力 還未夠大 他的力量 還未到國際性 揭發了他 就好像沒有 完全揭發他 因為有很多人 包括我在內 都完全沒有聽過這個新聞 但是 Netflix 一上 那就不同了 真的是國際性 我覺得 Netflix 在這個部分 差不多 是有傳媒的威力 有記者 那些傳媒 去不到的地方 Netflix 可以去到 真的 真的 遍及全世界 這傢伙 真的 摧毀他 我相信 這段 真的是震 我覺得 現在的樣子 整個網絡 都是 打開電視上網 開Netflix 看到他的樣子 我看你怎麼騙人 你老尾 法律 制裁不了你 傳媒制裁不了你 最終 可能就是Netflix 制裁了他 我覺得 挺有意思的 Anyway 這件事 我和夫人 都非常享受 夫人很喜歡這件事 她馬上Facebook 跟別人推薦 所以 我也推薦 我也十分喜歡 所以 我的評分是B- B- 對我來說 是 很高分 有聽開我這個頻道的人 都知道